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們考慮這樣的一個系統 它的初始條件 假設是0 那它的general function 把它交出去 記得H3 control的目的就是 要讓整個close loop 要 internally stable 所以你把這個看成就是 加入控制器以後的close loop 所以它要內部穩定 換句話說 然後A的正值 都要存在什麼方面 然後它的close loop 所以下面這幾件事 第一個 A是何位也是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close loop 要 internally stable tensor function 你必須要想到它 第二個呢 A是何位也是 而且對應的一個很沒有東西 這個很沒有通人的距陣 沒有去走上值的增值 這個很沒有通人的距陣 第三件事呢就是這個recutting equation 它有stabilizing solution 而且它的stabilizing solution 是半鎮定 第四件事呢這個是recutting方程式 你看recutting不等式的位置 這個整個bundit real element 當然是解hfling control 最重要的工具 所以這要徹底了解 很重要我一個一個正了 從1正到2 1是告訴我們an是hovis 就是特徵詞全部在左方面 infinino小一個 我要來證a是hovis 這個當然不用證了 因為這已經條件之一了 所以我最重要是要來證 這個hametorian matrix 沒有虛軸上的特徵詞 所以我利用反正法 假設呢 假設這個hametorian matrix 有一個虛軸上的特徵詞 然後我要來證詞 然後我要來證詞 譬如說這個虛軸上的特徵詞 就叫做lambda等於i omegan 就在虛軸上 那當然呢 我就隨便找它的一個特徵項量 隨便找一個特徵項量 隨便找一個特徵項量 現在代數在這邊應用千偏一律 因為特徵項量是不等於0 千偏一律 我幾乎沒有看過例外 我們要證到矛盾 最後一定是證到x0字 千偏一律 我幾乎沒有看過例外 所以我們要想辦法去證x0 40 當然在這邊呢 可能還需要用到其他的條件 但是這個條件一定會用上 我們當然這邊還有一個 一致的條件是這裡 這個是需要的 所以我們呢 一定會用到這個條件 然後呢去證明這個條件不成立 這樣子 所以我們看一下怎麼證明 好那h的特徵詞是這個 我看一致也就是 lambda i omega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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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項當然會小於等於多家的這一項 所以這項其實跟這項是一樣的 但是它為什麼會小於等於它 因為P是大於0 所以這個口椎體 所以這個口椎體縫永遠是大於0 然後這個是0 為什麼這個是0 為什麼這個是0 我這邊有假設喔 所以這個是0 所以當然這個量呢 加上一個大1等於0的指 會大1等於原來這個量 這沒問題 但是這個是怎麼來的 前面這兩項 這兩項是不是可以看成就是 看成就是 這個微分以後再積分 然後從0積分到t 對不對 你微完分以後再積分 是不是就還是剩這個 然後呢 上下線帶進來 不就是上線帶進來 兩下線帶進來 不要進來 所以這個也是0到t積分 那後面這個也都是0到t積分啊 所以全部把這些積分全部合起來 就加上這個Y 就全部把它合起來 所以這個整個呢 整個來做積分 了解嗎?這一串 可是這個是小於等於0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證明了 我們剛剛證明了這個 積分裡面的東西是小於等於0 積分裡面的東西是小於等於0 這裡面永遠是小於0 所以換句話說呢 他就小於等於他 先休息一下 我們正能完這個再休息一下 那很快就這樣 看起來好像還沒有很快 好像還需要時間 好 我們先洗完這個式子 休息一下 所以他呢 就小於等於他 對不對 先休息一下 如何從這邊呢 正到這個裡面 弄死小於等於 我們正到了這裡 但是很顯然呢 他小於等於 這邊呢 這邊呢 有弄到一點點小分析的概念 他當然小於等於 0幾乎到5最大 因為這裡面都正 所以0幾乎到 當然小於等於 0幾乎到5最大 不過我要保證這個收斂 我要保證這個收斂 所以這個是要對所有的U 0幾乎到2 落在U2裡面 你記得我們那一天 一開始介紹那個 U落在U2裡面 這個積分就是收斂 對不對 所以這對所有的T都對 所以對所有的T呢 他都小於等於固定的一個值 所以當T去金無窮大的時候 他是不是也想 因為他是他的一號二八 所以T去金無窮大的時候 他也想 所以你就取 繼續 我以前的電機系的學生常常會這樣 所以電機系的訓練跟數學系的訓練 就完全不一樣 他每次到這邊的時候 他就說那我T去金無窮大 所以兩個都變無窮大 不是這樣子解釋的 了解我意思嗎? 他到這邊的時候 他就T去金無窮大 所以這個無窮大小於這個 他會告訴我們說還有這個 這是T去金無窮大 不是這樣子解釋嗎? 是因為他先小於這個 所以他對正的T 這個是一個固定的值 他就是他的奧運方 在T去金無窮大的時候 他是熟練的 還記不記得 因為我們這邊剛剛已經證書 A是stable 你回憶一下 我們曾經講過 如果裡面這個系統是stable的話 那則U呢? 如果是落在L2 產生出來的output 是不是也就會在L2 還記得嗎? 所以這個確實沒有錯 U在這裡面 所以這個一定是收斂的 沒有問題 而且他收斂了 然後一定想 那記得Infinity norm是怎麼定義的 Infinity norm有兩種定義方式 剛才是利用frequency短面的方式來定義 這是一種定義的方式 另外一種定義的方式 就是看著他是一個operator 對不對? 再放來我們一起operator 這邊的norm 比上這邊的norm 取速 對不對? 所以當然他就是等於 L2norm 比上L2norm 所有的這樣的可能形形能取速 這邊弄到一點點飯旁邊系的一些概念 當然這個U是不能等於 那個0 function 這是他的定義對不對? operator的norm 可是你看我們 我們看到這個如果把它除過來 一定都小一點幹嘛平方 他的norm是開根號 注意喔 弄是有開根號 所以開根號以後 這個一定是小一幹嘛 任何的情況都小一幹嘛 取super 小一等幹嘛 或者小一等幹嘛 所以我們就正到他小一等幹嘛 這樣了解嗎? 還沒正完 我們要正他小一幹嘛 不是小一等幹嘛 所以小一幹嘛要怎麼正? 數學上差一個擋號差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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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怎麼正小於呢? 其實概念很簡單 你就定一個新的函數 比如說這個函數叫 叫S 它的變數是第二塔 那就這樣子定 也就是我原來這個Litardi不等式 原來這Litardi不等式的那個Gamma 我把它改成Delta 那我把它看成是Delta答案數 OK 這邊的我們可以定Delta是80 好吧 不能等 很明顯的 它當然是連續函數 就Delta來看它當然是連續函數沒有問題對不對? 而且呢 當你用Gamma帶進來的時候 你用Gamma帶進來是不是就得到原來這個式子 這個不等式 所以你Gamma帶進來的時候呢 是小0 那因為它是連續函數 然後在Gamma的時候是小0 所以你一定可以找到一個比Gamma小一點的數 代進來也是小0 代進來也是小0 這是連續函數的個性對不對? 所以就存在一個Gamma小的Gamma 使的呢SGamma也是小0 只要Gamma0跟Gamma呢 足夠的接近就可以了 那意思也就是說呢? 意思也就是說呢? 大麻領帶進來 大麻領帶進來 大麻領帶進來又是小0 意思就這樣 好 那我們就重複 剛才所有的證明的步驟 全部都重複 只不過把Gamma改成Gamma 全部都重複一遍 我意思重複到這邊 是不是就正到它小的可以Gamma 好 了解嗎? 我現在從這邊開始 這個Gamma是任意的 我現在把Gamma放成Gamma 因為它也對 是不是全部重複過來 是不是正到這邊 所以我們就重複呢 重複上面的這個 只不過你把Gamma 稍微把它寫一下 有意思Gamma呢 是Gamma 有意思嗎? 重複上面的步驟 但是 把Gamma全部改成Gamma 加一個動詞 注意 Repeat 如果我們重複上面的 這樣子 我們是不是可以 我們可以得到就是 重複上面的 正一正 它是不是小孩可能Gamma 但是Gamma 但是Gamma 0是小孩幹嘛 所以用一點點小分析的方法 把那個檔號去掉 這樣是不是正複 3 3到4 4到1 3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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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5 5 5 整個解H3Ctrl Problem 這個是最主要的 所以接下來我們來看 我們今天正式要來解這個 但是我們先看狀態回收的情況 這個問題是這樣 基本在一個系統 我假設你一首檔一首次的命感 我希望呢 如果你可以找得到的話 我希望能夠找到一個靜態的狀態回收 比如說是U等Fx 使得 使得這個U帶進來以後 現在要這個Cross Loop System 現在Cross Loop System U帶進來以後會變成這樣 好 溫習 1個 2個 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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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得這個closed loop system是internally stable 那意思也就是說這個矩陣要hull with 也就是所有的特徵只要在總幹部 而且這時候呢 從w到z的chance function 從w到z的chance function 要小一個大碼子 這個幹嘛是給d 這是我們之前所講過的 我們如果畫一個這樣的示意 它有兩個input的進來 那我現在的控制器呢 就是純粹就是f 所以我的output你可以看成這個y 你量測得到的東西是s 量到的東西y是s s經過f過來得到 所以這塊是控制器我們要設計 這個是給定的prime 我請各位跟我們之前介紹的h2 相比較 我們在解h2的時候是不是有三個假設 第一個假設是什麼 所以我們需要做一些假設 A1 因為你要找到一個f50的a加b2f是stable 所以ab2是不是一定要stabilizable 一定要如果ab2不是stabilizable 這個問題根本就無解 所以第一個假設是合理的 沒有這個假設根本就無解 根本就不要緊 我們當然可以做這樣的一個假設 好 這樣的假設以後呢 我就可以得到一個很簡單的解釋 解釋 就是這個h2p50 如果我要先注意一下 我假設 我是假設A1 這個假設是對的 則呢 這個h2p50 stabilizable control problem有幾個 它的充分必要條件是什麼 充分必要 存在一個f 然後你又存在一個p 這個p呢 是fermission 而且是正定 滿足底下的 績中不等是不是 局長不等 應該不等 又 neurosurgeon不等 意思 把s us 是 掌 NR 聓raid 而且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假設這個衝動必要條件成立的時候 那我們總要找一個解出來 這個解我要找的F剛好就是這個F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結果 因為它事實上就是幫DELUVLA嘛 不是嗎? 你看一下 我把這個 我把這個狀態回送 我加入這個狀態回送 我就會得到 其實就是我剛剛在寫的那個 我有在寫裡面 所以這個DELUVLA 我們做Problem的目的就是希望這個要Stable 就是要HOLD WITH 然後從DELUV到Z的Transle Function 你弄要想幹嘛 那不就是BUNTIER REAL LATE嗎? 對不對? 不就是BUNTIER REAL LATE嗎? 就是我要 這你把它看成是那邊的Close loop system 這個要HOLD WITH 然後Transle Function 要想幹嘛 所以它的衝動必要條件是什麼? 我們現在先用第四個 當然就存在一個P 對不對? 根據BUNTIER REAL LATE 根據BUNTIER REAL LATE 這個 也就是U等於2x 是HOLD WITH CONTROL 8本的一個節 State with back 好嗎? 做8本的節 它的衝動必要條件是什麼? 就是BUNTIER REAL LATE 但是我們現在利用第四個 好不好? 就是怎麼樣? 就存在一個P 使得 不過現在的A看成是這個B 看成是這個C 看成是這個 那就帶來第四個的LUTE 不敢吃啦 所以就是A 加上CSTAR C 好 再加上C 現在的B是B1 是不是就這樣? 所以這個LAMA有正跟沒正是一樣的 而且它事實上沒有解決我們的問題 為什麼? 因為存在一個F又存在一個P 所以這個RICARDE不等四人 嚴格講起來它有兩個位置數 P是位置數 F也是位置數 這個RICARDE是很難解的 對不對? 我們的RICARDE是 ABC都以至 唯一的位置是PR 現在你在這個參數裡面呢 還有一個位置的參數 F也是我要解決的 所以它是好看不好用 沒什麼用 但是這個是一個起步 你看喔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起步 所以我們下一個目的呢 就是我希望能夠把這個F消掉 然後留下一個RICARDE 不管是本四或者是不本四 但是至少只有一個未知的 未知的這個曲證是我們要解的 其他這些都是已知的 這樣才能夠真正來解這個方式 但是要怎麼去消掉這個 怎麼去消掉這個F呢? 其實很簡單 一樣 國中生的配方就可以了 不過在講如何消掉之前呢 我想要再先插入一段 大家應該聽過Gansir 最有名的是那MASH 得到經濟羅貝爾獎 大家應該有看過檔案覆蓮 是不是數學念多了都會變成那個樣子 非常奇妙的就是說 H-Infinity Control呢 可以用Gansir來解釋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線性的時候 你不一定不一定那麼重要 可是當我們解非線性的問題的時候呢 這Gansir是一個最重要的一個突破題 所以我們先來看一下就是 Differential Gansir Gansir 我們先看一下 其實Control一直跟跟Theory呢 一直有很密切的關係 首先我們先看LQ 我們講過LQ的Optimate Control對不對 LQ的Optimate Control是在幹什麼 我希望能夠找到這個Gib 要Minimize Minimize這個Cost Function 我還記得這個Cost Function 其實事實上你可以看到它有一個Z啦 這我們上次有講過就是 這個Z就是 就相當於要算這個Z的 None 而且我們要找個 抱歉 我要找的是 那整個Close Look是穩定的 那這樣的話這個Gib 到無窮到這個Gib 才會熟練 我希望要Minimize這個 這個其實也可以從Fan Theory來看 這個字沒有什麼學問喔 就是遊戲嘛 就是在玩遊戲 所以LQ的Optimate Control是誰在玩遊戲呢 You啊 就只有一個人在玩 你們有玩過一個人的橋盤嗎 我小時候好無聊 常常在玩自己 自己一個人在那玩橋盤 我小女兒比我好一點 她是一個人在玩這個魔術方塊 3x3的玩到4x4的 自己玩 所以LQ的Optimate Control它是一個遊戲 但是是一個人在玩 就是這個U 你可以看成說我一個人在玩 那我要打牌嗎 那我要出什麼牌 我來決定要出U是什麼牌 那目的幹什麼 目的就是要讓這個字最小 遊戲的目的 所以你可以把它看成是one person 一個人在玩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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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為什麼叫Differential Game呢 因為描述這個遊戲 是用一種維封的方式 是用Differential Equation的描述 也有另外一種Game Theory是進派的 靜態的話呢 那就是 這個 反正就是沒有動態 就是好像有一張表在那邊 其實呢 可以從性因態數舉證來看 比如說行的呢 行的呢是 比如說我隨便寫 這是我隨便亂寫的 假設是這樣子 所以就有兩個人在玩遊戲 那第一個人呢 選擇他要選哪一頁 第二個人呢 選擇他要選哪一個行 比如說第一個人如果選第二頁 第二個人呢選第三頁 結果得到是這個 那這個數字呢 就代表比如說第一個人要付給第二個人錢 那如果是付的就到過來 變成這個人要付給他 那注意這張表是大家都有的 欸這張表是 玩遊戲的能不能看見 好那我請問 如果比如說我是這個 你是這個人 你要出什麼牌 欸這張表大家都看見嗎 這種就叫做靜態的 靜態的 但是我不打算在這邊講太多了 我曾經花過一兩年的時間研究這些東西 當然這種怎麼出牌 有很多不同的criter來看對不對 那一種看法就是大家都是很保守 比如說這個 比如說這個 二這個人呢 欸不是這個是P1 Person1 這個是第二個人 他是選擇好 抱歉他選擇B 然後他選擇好 所以當然P1他是希望選的值是越大越好 他最好是選這個 如果能夠選到這個是最好 那這樣他就贏了10塊錢 但是問題這張這個表大家都看得見 所以你如果是P1這個人 你一定會想說 P2一定會選這個 因為這邊有一個-8 他可能會得到贏的最多對不對 是不是 了解我意思嗎 所以呢 如果說是比較保守的 而且是正常的人在玩 就是少數而已 懂我意思嗎 少數而已 所以呢 就這個人來看呢 他是maximizer 他希望選到的這個數字是越大越好 但是他呢是mimizer 他選到的數字是希望越小越好 那你了解我意思嗎 那那許呢他就是在研究這種問題 他就是在研究這種問題 那他會研究這個問題呢 他其實是到建營裡面去看 關在建營裡面的兩個球彎 有一本書寫的不錯啊 《球彎的兩台》 推薦你們 如果無聊的話可以看看 他就是觀察球彎 看看他們的行為會是這個樣子 然後想出這個數學 太天才了 好這個我先不表好不好 大概game theory 這樣是 大概是研究的是這樣 但是這是靜態的 我們現在這是動態 所以是differential gate 因為是分方子 那這是一個人在玩 後來我們是不是講了LQG 對不對 也就是H2 H2的特例 LQG是什麼 LQG是這樣子 如果你們有興趣 也許我們哪一天有空 可以稍微跟各位介紹一下 這很有意思 那我們這時候要幹什麼 我們要minimize 目的就是要minimize U 我們希望要找到這個U 要讓系統穩定 然後要minimize 從W到Z 對 to no 對對 讓它越小越 這是LQG 對不對 這時候有兩個人在玩 一個人是負責出U這個排 另外一個人呢 是出W 那這個W是disturbance 這個U 所以U呢 U當然 在這邊你可以看 它就是minimize the disturbance 當然是做YP的 所以它是跟你做對的 它當然是會讓這個越大 會變得越大 但是在這邊呢 LQG呢 它已經告訴你了 這個W是 在我們上次也提過 它是高斯分布 對不對 它是zero mean 但是它的covariance 比如說單位 單位向量 單位矩陣 covariance 所以這個W 其實已經高 雖然是兩個人在玩 也就像打橋牌 四個人打橋牌 其實有一個人是很無聊的對不對 因為它是不是把牌全部攤開來 玩過橋牌嗎 沒有玩過橋牌 你要玩橋牌 不然你怎麼叫我玩橋 玩橋牌是不是攤牌以後 有一個人攤開的對不對 所以那個攤開的人 其實根本沒有在玩嘛 這個W其實也沒有在玩 因為它已經告訴你 我出的牌一定是高斯 了解嗎 所以你可以看成 這個是人跟上帝在玩牌 人是控制這個U 上帝是這個W 但是上帝是很善良的 他告訴你我一定出高斯這個牌 我已經告訴你我一定出什麼牌 所以嚴格講起來 不是兩個人 應該是一個半 因為上帝已經告訴你 他出了什麼牌 所以你不妨把它看成是這個 一個半的人在玩 所以整個optima control 其實是一直跟differential gain 是很有相關的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 那H infinity呢 H infinity完全不一樣 我們看一看 H infinity就是現在 H infinity的K19其實就是 H infinity的K19其實就是 H infinity有一些K19 我們現在就先看狀態維修就好 比較好解釋 所以這時候是兩個人的遊戲 H20是兩個人在玩遊戲 當然這都是Differential Game 因為它是用回音方程的 那U的目的是幹什麼 U的目的呢 它的目的當然就是要讓系統擁定 而且最重要的還是什麼 最重要的是下面這件事就是 Infinity known 要小於幹 對不對 要小於幹 或者我們現在解釋的時候 我們先把它看成小於等於幹 也OK啦 好不好 反正我們現在先稍微解釋一下這樣的概念 那這也就是什麼意思 這意思也就是呢 從W到Z了 要小於等於幹 但是現在應該是 抱歉 我應該直接就這邊 小於等於就好 因為我已經解釋到幹 是不是要讓它小於等於 一樣 這我們剛剛講過 你只要把它以向國劇組 是不是相當於就是這個 你跟你弄起來 所以目的呢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J 所以現在兩個人在玩遊戲 這個W呢 所以這個U啊 你可以看成它是minimum 我當然希望這個子越小越好 它最好呢是小到小於 但是這個W呢 它是跟U呢比對的 它希望這個子能越大越好 因為它是雜訓 這樣子 但是這W呢 它沒有那麼善良 它不再是告訴我 它只告訴你呢 它是在佛土裡 那有土裡 至少它的能量是有限的啦 它不會呢 出一拳就讓你受不了 它至少力氣呢還是有限的 了解我的意思嗎 那怎麼解這種differential gain 研究這種differential gain呢 其實最重要的一個問題 這個當然要對所有的Omega 對所有的Omega 不管你的Omega是 只要是在這個放裡面 我都希望 這是我希望它想的 所以我要選擇一個U 讓這個都小一點 這樣它就小於一個幹嘛 我們先用小於一個幹嘛來解釋 比較容易解釋 你如果要小於幹嘛 那你就把那個幹嘛改成一個幹嘛 這樣也OK啦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呢 要研究這個問題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一個關鍵 就是要定義一個函數 我們要定義一個函數 再一次的又是這個 Hemium 我們要定義一個函數 叫做Hemium function 因為我們用H來開頭 因為是他們一直在開頭 它有四個變數 即使你們如果有學過變風法的話 應該就知道了 這個P呢 是X的Costate 這個是狀態 這是Costate 好那這要怎麼定義呢 我們先不要管那麼多 它的定義是這樣 注意它們都是向量 你可以看成它是RN裡面的向量 這是RN 欸 抱歉 這也是RN 而且都是子的向量 好不好 我都解釋成子的向量 那這個W就是 看起來我們W是怎麼定的 W比如說它是RN1 欸 這邊的dim不是那麼特別重要 重點是這兩個dim是一樣 這樣就好 那怎麼定義呢 T的函數那個T我都省略不惜了 重點就是這樣 就定義一個這樣的一個函數 就可以看出怎麼解這個問題 從differential game的觀點來看 怎麼看呢 首先我們先把它乘開稍微整理一下 欸 這個Y直接 抱歉 不是Y啦 對不起 是Z跟W 現在我現在是W跟Z的關係 寫成剛剛那個bundi的realization 好 現在W是C1X加上D12u嘛 所以它就是C1X加上D12u u star 它的弄平方對不對 剪掉幹嘛平方u star這樣 好 我們稍微再把它展開整理一下 好 抱歉 這個到底是D1u還是U 這個到底是D1u還是U 這次要Gamma平方 然後W 好 下面是U 這又是U還是U W 對 W 所以下面是D1u 對 謝謝 然後這個把它盛開了 盛開交叉項是不是有兩項 但是那兩項其實都是存量 所以我就寫兩倍的其中一項就好 比如說就這一項 這個盛上這個交叉項 這盛開來一定是存量好不好 所以是兩倍 然後再加上這個 從這個differential gain的觀點 也可以看到這個H1面卡 為什麼跟Ricarty方則4有那麼密切的關係 好 這個時候我們來算一下 請注意這個H它是U跟W的project function 它是W跟U的二次方程式 好 接下來要幹什麼呢 我們來給它微分一下 對W來微分 所以這個U微呢 注意喔 這是像樣的微分環 波變數裡面的微分 所以這個U微是 等下U微W就不見了 這個都沒有W 所以就剩這個 這樣 好 回彎以後是這樣 然後我們再對U來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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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有一個U 這邊有一個U 還有這裡 好 我們想要算一下 它在哪邊 微分為的 所以我就令呢 比如說W8 VB UB 假設這個WB UB 剛好 就是在這邊微分的事情 好吧 休息一下 假設這個 W bar 跟 U bar 是讓他們這兩個偏偉 嚴格講起來它是四個變數 所以我寫嚴謹一點 它還是X跟P的材數 好不好 我令這個 W bar U bar 就是帶進來會讓這個兩個偏偉 好 那你就把它帶進來 帶進來它等於0 這樣是不是可以解除這個 W bar 但是你要先去STOP 所以你就可以得到 就把它除過來了 除過來了 所以變成 BU1 抱歉 我這應該是STOP 不是TRANSPOSE 其他都STOP 是什麼這邊位置 其他都STOP 是什麼這邊位置 其他都是STOP 這邊BULUTION AND TRANSPOSE 所以就是B1 W bar 帶進來會等於 所以就可以把W bar 算出來 但是 U bar 你看喔 你把U bar 帶進來你會得到什麼 你把U bar 帶進來你會得到什麼 U bar 帶進來一樣是取STOP 你會得到呢 U bar 帶進來這1 2分之1除過去 變成負的2分之1 這個要取STOP 所以就變成B2 這2分之1分之1 和B2分之1 是B2分之1 加上V2分之1 加上V2分之1 加上V1分之2 加上V2分之1 加上V2分之1分之1 各位請注意 這個W bar就是很明顯就可以解出來了 可是這個Ubar 不一定可以解的出來 除非 是不是跟H2的假設完全是符合的 所以為了要解除這個u bar 很自然的我們希望做了一個假設 就是A2的假設 A1假設在那邊 A2的假設就是說 D12 start B12 這個我們弄怎樣的符號跟H2 符號一樣 R1呢 是蠻辛苦的 這個當然從新印太祖我們知道 這個相當的就是D1-0 這個我們上學期也有講過 這個D12是符號跟Rank 這個不適應翻新 因為它如果不是符號跟Rank 表示有一些u是多餘的u的分量 你就把那些多餘的分量把它重新訂一個變數 把它做線性組合 這樣是不是可以讓D1變成 永遠變成是符號Rank 所以其實這個假設不是一般性 所以有了這個假設以後 u bar是不是就可以算出來 所以跟去A2這個假設 我們就直接把它寫成R1 我就直接把它寫成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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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這個一階導數算出來的 我想要再來算二階導數 再圍一次 圍一次一定是這樣的 對不對 再圍一次就R-2 然後交叉圍 這個對u圍 這已經沒有u了 所以這五分之五 這個對W來尾 它也沒有W 它對U來尾 就最後這一個 是兩倍的R1 因為現在這個我假設它叫R1 好 所以這個H呢 我們就利用多變數的泰勒展開 所以我們現在把它看成是WU的函數就好了 那我們對W bar U bar那一點來展開 所以加上了一次 一次項 這些是一次項 然後就是這幾個尾根放進來 這是二次展開的 展開完以後呢 這個WU呢 要弄它比8U 8X 沒有高次項喔 因為這個函數我剛剛在這邊講 它是quadrated function 所以它泰勒展開最多展開到二次項 它沒有認得三次項的東西 所以它就展開就到這裡 也沒有認得高次項 再來這個是等於0 這是W bar U bar 這是W bar U bar的基本的定義 我就是選擇W bar U bar 讓它一次為等於1 所以這是等於1 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剛剛算出來是-2 gamma i 這個都是0 這個呢是兩倍的power 然後這邊都有2對不對 跟這個1 2分之1來消掉 所以你最後變成 每一個東西都一樣 每一個東西都一樣 在這裡 所以你把它沉開來 或者我再重新一個 所以我們最後的結論就是這樣 一展開來以後就是 第一項長數項在對不對 一次微分的都是0 然後二次微分的它是口水頂縫 所以就變成這個 這個會乘上這個 乘上這個 加上這個會乘上這個 乘上這個 因為它是一個對角矩陣 1 2分之1 但是那邊一個有負的一個沒有負 所以你把它沉開來以後 你變成 這個 還記得這個符號 我們用這樣的符號 這個代表是v star mv 這裡的m是很mish 好不好 我們的符號是這樣 所以我們就得到這個 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式子 好 它重要在哪裡呢 首先我們看 我們w用w bar帶進來 這個函數w用w bar帶進來 u不動 因為這是const 我們把它看成是w跟u的函數就好 w用w bar帶進來 w用w bar帶進來 w用w bar帶進來以後 這一下會不見了 就剩這個 但是它永遠都是正的對不對 所以它就大於等於 同樣的呢 我w用來弄w bar帶進來 這個是const U弄w bar帶進來以後 這項不見了 剩這一項 這項負的 這項永遠是負的 所以它就小於等於 但是我們得到一個很重要的式子 根據這個 所以它呢 大於等於它 所以我們得到一個很重要的式子 根據這個 大於等於這個 大於等於這個 抱歉我寫錯了 應該是它 它大於等於它 這個大於等於這個 我把它寫到中間來 它大於等於它 我想把這個寫在中間 所以它小於等於它 大於等於呢 這個呢 大於等於這個 所以它大於等於這個 我們得到一個很重要的表現 這個呢 這個呢 我們稱為 是這個 切磁點 這個很明顯告訴我們 就是說 如果h 看成是w跟u的函數的話 那w跟u呢 事實上過成一個切磁點 但是我們現在要看從Dance Theory的角度來看 這代表什麼意思 這不是兩個人在玩遊戲嗎 你也可以看成是美國跟蘇俄在能戰時期 這個UNA是希望這個H越小越好 我們等一下會看到 這個J跟H之間其實是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這個U是要讓H越小越好 所以然後W是要讓H越大越好 可是他們知道有這樣的關係 所以你如果是U的話 你如果是U你會出U8這一張牌 為什麼 你會出U8這一張牌 因為你如果出其他的牌 他只要一出W8一定就變得比較大 但是U是希望它越小越好 同樣你如果是W的話你一定會出W8 因為你知道呢 如果你不出W8 因為一帶一出U8 這個子就越小 懂我意思嗎 所以兩個 U會出U8 到W會出W8 這個呢就是能戰時期的叫做什麼 我常常把它叫做恐怖平衡 其實呢並不是說 簡單講就是沒有人 敢把那個核子彈的先按下去 你知道嗎 其實可能還有其他的可能性 就是說W不一定是出W8會得到最大 U不一定是出U8會得到最小 可是呢因為大家知道對方 我如果出這個他會上出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你不敢貿然的去出別的牌 當我意思 所以U就會出U8 W會出U8 那我們再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件事呢 你就會更清楚 就是說 看這個 差不多這裡 然後呢 我們現在呢 假設我有一個X 他是大一個 好吧我假設有一個這樣 然後呢我來算一下 你看我來算一下這個 Z 這個我們算過好幾次類似這樣子 不過我現在的算法 我不要再把它盛開 然後把那個動態方式拍進來 我不要這樣子 你看我利用圈入 如果我對T微分呢 我首先呢可以先對X來微分 然後X再對T微分 對不對 後面造型 後面呢我就把 沒關係我就造型 但是呢 但是呢 他對X的微分 Quattractive Form的微分呢 就得到這裡 然後X的微分 X要滿足這個方程式 所以呢 他X的微分是NX加上P1 所以你一比較 Hemiotonic Function 這個是不是就是P star 如果你照這樣比較來看 是不是這個 所以呢 其實他呢 就等於什麼 他就是等於H X 然後再來就是P嘛 第二個變數是P 但是P star是這個 所以我再給他取一個star 就變成P對不對 所以相當於P是等於多少 兩倍的XX 然後就倒數 反應 是不是這樣 就是我們常算的量 不是等於這個 好那如果說 如果說這個X呢 我們選擇的這個X呢 我們現在的目的是希望什麼 我們現在的目的是希望 可以看到嗎 這個帶大進來是 小一等一零 假設這樣 好不好 如果X呢 又滿足這個條件的 我們可以看到 那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看看這邊怎麼寫掉 就這個微分 這一項 這一項 就等於這個對不對 但是這個 你現在把這個看成P對不對 可是剛才我們已經算出來 它等於什麼 它等於這個 我們把它帶進來 H X 這個X 減掉幹嘛 加上P 好 我們在這邊稍微 旁邊稍微算一下 這時候的W 我們剛剛W 不小心插掉 剛剛W算出來 這多少 我算過就忘了 我一定要一直算下去 我才知道 我們剛剛算出來是這樣 2X 平方 B1 是大P對不對 對 這是我們剛剛算出來這樣 對不對 所以呢 現在的P 現在的P是這個 所以你把這個P帶進來 就變成幹嘛 平方 B1 是大P X的X 所以呢 它是 X的函數 它是X的函數 同樣U在這邊 結果還沒插掉 一樣把這個P呢 用兩倍的大S 小X帶進來 所以兩倍帶進來 都有2 提出來 2分之1就消掉 所以R1 然後都有小X把小X提出去 所以它們也是X來的數 H2 H2的最佳的控制器 是不是也是長這個樣子 好 所以呢 所以 嚴格講起來 這個都是X的函數 好不好 就直接在裡面加 因為我P 如果令它是這樣的話 這個其實都是X的函數 好 好 這邊現在有一個重點 因為我現在選擇的X呢 是讓這個小一個問題 你看 我們現在選擇的X沒有四方這個小 所以這個就是小一個問題 這是我中間稍微算一下 所以我們就繼續下來 這個既然小一個問題 所以它是小一個問題 所以這個非常非常的明顯 我們剛剛講說 你看你如果在積分 跟前面的技巧完全一樣 你再給它積分 這個我可以長掉 你一樣呢 這個積分呢 從領積分到T 跟剛才的技巧非常像 從領積分到T 這像是不是就會變成是 Z的從領積分到T 減掉這個從領積分到T 對不對 會小得等它 但是我們希望這個積分要小得0 你看我們從領積分到T 我們就得到呢 第一項微分類積分類的 是不是就得到這個 第二項 第二項 上下線帶進來 對不對 跟剛才講 然後呢 再加上這一項 它就小得等 後面的那一堆東西要積分 對不對 後面這一堆 這X當然是T的函數 所以它是對這個T的計分 這個永遠是正的 因為我們選的X是大一條 這個是0 然後假設initial state是0 所以它當然就是大一等 大一等這一項 所以它當然就是大一等 大一等這一項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我們是希望這個要小於等於0 我們希望它要小於等於0 萬一呢 W是出W吧這一張牌 它永遠不會小於等於1 因為這邊都是正的 懂我意思嗎 所以從這邊你馬上可以看出來 就是說如果W是等於W吧 則呢 唯一的一個選擇 使得呢 使得這個J會小於1 就是什麼 唯一的選擇就是U 等於U吧X 是不是這樣 W如果選擇W吧這一項不見了 這項永遠是大一等於0 我就沒有辦法讓這個能夠是小於等於 正因為這樣子呢 你為了要讓它永遠小於等於 你只有一種可能 你就是要選擇U等於U吧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W等於W吧是不是可以看成就是 最壞的disturbance 因為W等於W吧這樣一出下來 你沒有其他選擇 你只有出這張牌 你只有出這張牌 是不是這樣 所以因此 所以因此 W等於W8 我們常常說它是最壞的disturbance 然後這個U 然後這個U呢 你飛出這張牌都可以 所以呢 它是最佳的 最好的策略 所以你非得出這一張不可 所以這就是我一開始 我一直在強調的 H and Green Control就是Worst case design 了解我意思嗎 你一定要防止最壞的情況發生 因為最壞的情況發生的話 你的U就只能這樣出 或者你就打不到你的無地 這個H and Green Control的設計理念 是一種Worst case design 換句話是說我常常舉的例子就是 比如說我們一架飛機要飛上去 但是我這個飛機呢 我希望它能夠抵抗的這個亂流 譬如說是九級 是九級 那我在設計的時候 就是假設都一直是九級的亂流 然後來設計那個控制器 了解我意思嗎 所以它是Worst case design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想像 它設計出來是夠Robust 它對抗外面的干擾 對抗所有的其他的東西 絕對比H2來的 但是相對的 它一定就比較保守 因為畢竟並不是飛機飛上去 時時刻刻都是九級的亂流 對不對 但是你就是那種最好的 最好的策略去設計的 所以在成本上 它會付出比較高 但是你會打到比較好的Lowbus 這個是要從這個Differential Game 這種觀點來看比較容易看得出來 因為我當然只是從這些Ricardi 你事實上看不太出來這些東西 那當然就是我們剛才 所以如果當你U選擇Ubar的時候 所以你看我再繼續寫 如果我們選擇Ubar 這項就是Ubar 那你看這個式子 當U等Ubar這項就0了對不對 這項就0了 那這項永遠小於0 完全平方六個符號永遠小於0 所以這個是不是就永遠小於0 所以我們就得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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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小於等1 我把那個到1平方來移過來 這對所有的T都會對 那如果剛好這個U 如果這個U恰好又是呢 stabilizing 讓整個cross loop都是穩定的 那這時候我就跟剛才一樣 這個T就可以去進無窮大 一去進無窮大 就小的等於一個bund 所以這邊T也去進無窮大 好嗎 就跟剛才一樣摺那裡 我們就可以得到1 那換句話說呢 這對所有的我們感都會對 對任意的雜訊都會對 換句話說呢 它的影片裡面就小了 那什麼時候會讓它stabilizing呢 其實很簡單 所以整個關鍵在哪裡 注意喔 現在還沒有解的一個關鍵就是 我是說假設我能夠找到一個x大一個 然後怎麼樣呢 然後滿足這件事情 這剛才所說的事情就全部都對了 對不對 可是呢 還要U呢 是stabilizing 事實上我們 我們要證明 U什麼時候會stabilizing呢 其實只要x大一點 其實只要x大一點 就可以保證它是stabilizing 了解嗎 所以簡單講呢 我們的結論就是說 如果我能夠選擇一個x大一點 滿足這個條件 則呢 系統就是內部穩定 而且infinity known是小一等一槓 小一等一槓 那要滿足這個條件 問題這個條件到底是什麼 好 我把這個條件洗一下 插掉這裡 這個條件 這個條件到底是什麼 你就把這個 把這些東西 剛剛不是有算數w 這個x有ux嗎 你就把這個帶入 剛才的hameatronic function 的基本定義裡面 直接去驗證 我不要在這邊驗證 因為那條件只是算數而已 你就把它帶入整理一下 那等於什麼呢 實在讓你這樣很驚訝 這件事情 實在讓你這樣很驚訝 這件事情 是不是似乘相似 H2的Viccardi 到目前為止都一樣 但是當然不會完全一樣 完全一樣 那H2跟hameatronic就沒差別了 後面這一項不一樣 就是因為後面這一項不一樣 讓hameatronic變得很困難 這個東西就佔於這一項 這邊有盪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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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呢 講了那麼多 我要做一個轉結論 但是今天有小證不放 我們的結論是這樣子 假設A1還有A2 這兩個角色是可以成立的 折內 這個h-infinity state feedback control problem有幾個 它的充必要條件是什麼 所以我們剛才 我們剛才一再強調就是說 這個hameatronic有跟沒有 都沒什麼 沒什麼兩樣 因為事實上就方疑也沒有hameatronic 我們最重要是 要把hameatronic消掉 對不對 怎麼消掉 就是這個 我們就是希望它要消 這個參數是全部都知道的 所以我們就得到 我們 這個 但是這邊有一點點 要注意的 這邊有一點要稍微注意一下的就是 我們剛才這樣子證明的話 我們剛才這樣子證明的話 是證到的 他們寫在哪裡 是把它擦掉嗎 大概就是這邊 就是說如果它是stabilizing的話 這個可以改成無窮大的 對不對 那是不是就證到這個 infini中是小0等一槓 我記得我剛才在這邊游戲 小0等一槓 我記得我剛才在這邊游戲 可是我們用的是小一槓 那沒關係 你就把這個槓改成 槓馬0 某一個槓馬0 就好了 所以呢 注意這邊要先改成某一個槓馬0 那這樣我們證出來 它是小一點槓馬0 當然就小了槓馬0 但是最終我還是要把槓馬0拿掉 從工程的觀點來看 槓馬0比較好 但是從數學的每 我很不喜歡有一個槓馬0 對不對 因為槓馬0是任意選的 我希望寫出來的那個公式是唯一 唯一的每 好不好 不要有一種這種 這是從我起必要 而且在這樣的情況 其中的一個解 就是剛才的u bar x 剛才的u bar x 剛才的u bar x 我剛才留在這邊 就是跟h2完全一樣的公式 這是我們剛搞出來的u bar x 就是這樣 可以了解嗎 這是充分且必要 而且你看 我現在把那個最主要的f拿掉了 但是呢 你只要選擇某一個比槓馬小的槓馬 就好 足夠小 存 for some 某一個 還有這邊都有寫的一組句話 存在x 大一 滿足 下面這個比他就不一樣 我剛才說過呢 我們這邊看起來 只要大一等於0就好 但是為了要讓它是 stabilizing 讓它大一點就會變成 stabilizing 漂亮 還有幾分鐘我看 不能把它正完 看起來壓是不可能的 在那邊 因為要正兩邊 我們剛才其實都一直在講一邊而已 我們剛剛都在講錯混條件 而且也沒正完 因為我必須要證明x大一等的時候 它就是stabilizing 沒有正 我剛剛只弄這樣 所以我們現在要來正 我們先正必要性 所以說假設HP control problem有幾個 好 怎麼呢 根據前面這個layma 我一直沒有插掉的這個layma 存在一個f滿的這個條件 對不對 那那個P 那P只是符號 我把它改成x 存在一個f跟x呢 就滿足這個條件 好 這一堆東西啊 你可以把它盛開來整理 好 這一堆東西啊 你可以把它盛開來整理 加加加減減 我們自己加好不好 加加減減的結果呢 就會得到呢 我現在要寫的是這一堆 好不好 但是呢 幹嘛你先改成幹嘛 這些加加減減減 我就不要在課檔上寫了 因為這就是簡單的算數而已 注意喔 如果這邊指是X嗎 這邊指是X嗎 這邊指是X嗎 因為這個是X嗎 這是X嗎 所以你加加減減以後 這邊指是X嗎 不會有X嗎 你跑出來 就故意加加減減配出這一堆東西出來 但是因為你有加加減減 所以後面一定還有一堆東西 那這個加加減減的最重要的一個關鍵就是什麼 把跟f沒有關係的全部寫在一起 這一堆呢 是跟f無關 然後呢 跟f有關的呢 全部把它寫在一起 而且呢 把跟f有關的 你乘開來加加減減 把跟f有關的呢 配成完全平方 好不好 配出來是這樣 然後這邊跟它很一樣 它好是一個完全平方 那你注意看 因為這個r1是正的 所以這一堆是大一點 配出來的這邊 可是這個 我左邊的這堆是由這邊來配出來的 好不好 左邊的這一堆呢 剛好是等左邊的這一堆 所以它要小0 它要小0 好不好 因為這一堆跟這一堆是一樣的 可是這個是大A等於0 那這一堆東西加上一個大A等於0的東西會小0 這個是不是一定要小1 了解嗎 所以呢 我不要再抄了好不好 已經抄過好幾次了 但是請注意喔 這個都一樣好不好 就是左邊這邊 不過我要強調的是這邊還是幹嘛而已 這邊還是幹嘛而已 這個就小1 好不好 好 但是 利用我們剛才的技巧 它是連續函數之後 我把它改成一個幹嘛0 當然也會對 是不是這樣 所以 這樣叫這樣 改成幹嘛0 對不對 因為它是連續函數 我三 0 想幹嘛 想幹嘛 只要幹嘛0 足夠靠近幹嘛 它連續函數一定不變 對不對 但是 但是這邊是小1等於0 沒關係 小10本來就是小1等於0的 不是嗎 小1等於0 對不對 所以就這樣 好 糟糕我只剩3分鐘 所以另外一邊才更不穩 當然我們只要一個東西讓你當xs 就全部正完 就是那個東西在哪 現在反過來呢 假設這個對 假設這一件對 這個條件對 我要來證明它有幾 那要怎麼證呢 那要怎麼證呢 我把這個編號一下 我已經下課了 給我空中證一下好不好 但下一次來又要再重操一堆東西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什麼 我們今天 有什麼不知道沒有 2好像沒有 2好像沒有 我們很快的 就是說這個2 可以寫成這樣子 很快的把它講一下 就說這個2可以寫成這樣 C1 2 2 4 可以敢寫成這樣子嗎 你們自己把它盛開看一下就知道 其中這裡的F呢 這是給的那個器材 給的那個孔 你這樣就證明了 其實這樣就證明了 為什麼 這樣就代表 你把它移向過來 是不是就小人附的 你把這一堆用 把他移向一下 把這一堆移向到這裡來好不好 就負的 我不要超了很遠時間的東西 就把這一堆移向到右邊 這個小平方 但是這一堆東西全部都是完全平方 所以它是正的 所以它就小於0 所以根據Leal-Ponov-Stability-Ding 注意它是小於0 它如果是小於0 這個矩陣的特徵詞就全部在左半面 但是它如果小於0 這個矩陣的特徵詞只是在左半面 但是也有可能在虛軸上 你記得嗎 所以根據Stability-Ding 它包含在左半面 但是有可能是在虛軸上 所以你最重要就是要證明什麼 它沒有虛軸上的特徵詞就好 好吧 其實最麻煩就是這一塊好不好 那這一塊處理的方法很簡單 這一塊處理的方法就是你擋個30 因為我們證握很多類似這樣子的技巧 不過這個技巧又跟前面又有一點點不一樣 總之你就是假設它有一個虛軸上的特徵詞 就是它正到矛盾就是這樣 所以我就假設它正完好不好 所以正完以後因此呢 它就是二重 然後根據剛才我們講Differential Differential gain講了很久很久 是不是告訴我們說 如果這個不等式成立的話 它的移冰移動就是小的大 但是大盤就小的大 就這樣 所以就全部就這樣 所以根據呢 上面的討論有沒有 我們可以講 關於這個裏面修店的這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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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一句話 因為前面很多證明 我們就可以看大盤 小一點大盤 但是大盤是小於剛 好 我們今天上到這裡